实验室人员轻轻夹起一层薄薄的玻璃片 这个外表看似非常普通的人造树叶 却有可能为再生能源领域带来重大突破 瑞士近期研发的这款人造树叶 能有效在阳光的照射下 模拟光合作用产生氢能 这款人造树叶是由透明的玻璃纤维和半导体材料所组成 虽然过去已经有人工光合作用的相关研究 不过这次出现突破 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重大的问题 一个是要如何从空气中取得水 另一个是要如何透过阳光触发化学反应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相关技术还在初步阶段 将太阳转化成氢能的效率仍相对低落 但是这次研发的成功 已经为之后的研究开启新的大门 研究人员指出相关研究的下一步 是要优化叶片的毛孔粗细和厚度 并且调整半导体材料的编码 来加强这个装置的能量转换率 华语新闻黄玉君综合报导 每周六晚间八点看见新东协 用一小时带你掌握东协商情 震惊发展 文字幕统合作人物